NEO聊事記,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破爛人對上伯伯仁 這場比賽是紅油杯遇險賽 河流分水嶺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破爛人 破爛人的特色是他的大動員旁邊灑下農天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破爛人挖石頭也可以獲得黃金 所以他是一個挖石頭最不傷心技的文明 那破爛人的村民還會自動回血 等等的效果他其實很適合打塔攻 那現在塔攻策略在頂階選手的比賽裡面 其實太容易被擋下來 而且這個風險有點高 所以塔攻的路線其實現在是很少見的 那破爛人後期還是要打騎兵路線 跟步兵、弓兵路線都是比較適合的 騎兵路線有30塊的騎士 造價成本、貴族特權 金冠技術、劣克、提克遺產 可以讓自己的大路馬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那強奴的部分呢 他有拇指環也有三級射 但是他沒有這個三級的弓兵鎧甲 所以還是很害怕跟對方的弓兵對射 那整體來說 波羅蘭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打法沒有太局限的一個問題在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YO去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波羅蘭 那波羅蘭特色呢 是他的村民的移動速度特別快 一開始就可以看到這個是0.88 那這邊村民是0.8而已 那黑暗時代會稍微慢一點 風暗時代的話是稍微快一些 那波羅蘭呢 他這個移動速度 海戰的時候也是 這個船艦的速度也是比較快 可以看到運輸船是1.60 那這邊是1.45 可以看到明顯還是有點差別 對波羅蘭也適合這個海陸混合圖 那波羅蘭呢 他的馬舟單位是比較便宜的 帝王時代有八折優惠 到了後勤呢 也可以轉出駱駝公兵 是他的主力 但是駱駝公兵呢 成型之後 也會比這個蒙古圖祭還要更麻煩一些 因為他的駱駝會自動回血 包含這個駱駝公兵也是 好 那現在YO這邊是出了4隻肉馬 波羅蘭這邊AC劍出了3隻肉馬 然後這邊就是肉馬開局 那應該是前期都是小打小鬧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調配 YO這邊是有花黃金的 波羅蘭這邊是兩個人小蛙而已 所以這邊應該是要極速升級 但這邊伐木場有點尷尬 剛好卡到了 這大東西只能撒兩片田 哇身為波羅蘭玩家的我 看了時實在是有點難受 好 這裡田野可以撒一些 但這個我炸米吃完 好 那現在YO這裡要小心 這裡運輸船 好 運輸船這邊圍有圍好 所以沒有辦法偷偷登入進去 好 這張地圖的細節稍微講一下 就是這個運輸船 兩邊都會 合到出現自己的運輸船 各一艘 好 對方一艘自己也一艘 兩邊都會有各一艘 好 那這邊的圍法就是要小心對方的這個河道 不能直接圍到旁邊 讓人家可以脫渡進來 所以要圍的話只能這樣子圍到底 好 那左邊這邊就可以圍到河道這邊了 這是這張地圖的圍家的一個細節 好 OK 那現在波蘭人是點下了品種 接下來波蘭應該沒意外 可能會走個肉碼K局 或是趕快開3TC開農路線 目前看起來走開農路線 然後轉輕騎兵 好 是比較適合波蘭人這邊的打法 好 二龍衛物直接上 輕騎兵直接點 而龍會說 那波蘭為什麼不打騎士呢 主要是這邊打騎士 他的優勢並沒有 騎士的造價是一樣貴的 所以點輕騎兵的話 還可以反制對方生鋁去撿生物 給對方一些壓力 盡可能爭取時間 給對方一些小小的壓力 那後面趕快用這個大莊園 把自己的肉量趕快迅速拉起來 爆出大量部隊 才是波蘭人的核心的玩法 OK 那波蘭人這邊是點下了輪軸技術 YO這邊是選擇了駱駝弓兵 生鋁也點下了 OK開始有出生鋁了 那ACCN這邊轉輕騎兵 就可以給到對方一些壓力 欸這邊走進來發生死路 兩邊直接對望了一下 好這裡有一隻輕騎兵 在站崗 落宮把他逼退 YO點下了一擊射 輕騎兵上去 這裡可以直接抓生鋁沒問題 拿下 YO這邊生鋁被送掉 ACCN這邊則是3TC正常龍 YO這邊轉了寶兵的關係 所以現在3TC很難開 因為要去維持駱駝弓兵的話 這個木頭銷量會很大 農田會很難灑 然後可能會斷熱 3TC趕快補下 這時候就可以補了 大概13分鐘 60吋左右的時候 或是55吋就可以補第三個TC 好 YO這邊TC是補在了黃金礦的下方位置 這個位置還不錯 剛好可以省個採礦一地 好 但是YO有大動作 直接來插寶 石頭繼續挖 直接用落駝弓兵加城堡 反超的一個路線 但ACCN怎麼就把城堡蓋在了後面呢 我覺得這個有點微妙 但有可能是不想要讓YO的落駝上前去點 所以才蓋在後方位置 但這個城堡講實在的 他的目的 是要來守住這些黃金跟石頭 並不是真的要守住自己的城鎮中心 這是有點太困難 好 ACCN這邊已經圍了一個萬里長城 木牆後面補了一堆房子 已經圍好了 甚至連這個石牆都補了 下面甚至補了一個箭塔 打的就是一個不交流開農策略 那YO這邊遇到這種不交流策略 最好的辦法就是瘋狂插城堡 待會這邊再插一根 直接碰出祖金跟石頭 直接繼續給更大的壓力 那現在 波蘭現在升帝王時代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大動作 應該是要等帝王時代點下貴毒特權 才會有一波大交戰 好 YO這邊嘗試過來 來 這根劍塔 努力輸出 駱駝兵 擋一下 OK 差點被打破 這個把他填低了 補了一個大學 ACCN貴毒特權點下了 OK 待會騎士一隻就只要30塊 但是遇到這個駱駝文明 波蘭其實是不好打的 而且對方都是薄薄的情況下 基本上要打贏對方駱駝兵 波蘭人就只有唯一選項 強奴兵 那你說說出戰矛呢 出戰矛的話可能更沒機會打得贏 因為攻擊速度太慢了 然後自己的騎士呢 又沒有三級馬鎧 根本扛不住駱駝兵的傷害喔 所以波蘭人這邊要打贏喔 一定要出槍兵喔 呃不是槍兵喔 這個 強奴喔 強奴呢 可以射掉對方駱駝喔 保護自己的重裝騎士喔 而且 同時也可以跟對方的駱駝兵對射 本體來說 強奴的路線是比較適合 LCCM現在的流程喔 那這邊是先選擇的重裝騎士扛線 然後這邊用了一個運輸船 把兵開始慢慢運進去 這裡補了一個馬猴 開始偷渡進去囉 OK這邊進來之後 帝王是在上去 一級攻點下 重裝騎士升級好 還有十秒鐘 後面補了一個 不要忘塔 OK直接衝進來 擾亂波蘭的農田 這樣就可以讓波蘭人非常難受 因為波蘭人的命慢 就是這些大莊園 這個大莊園只要被控住 基本上就沒轍了 所以現在ACC一定要全力守住 這一波進來的 駱駝風兵喔 那這艘船喔 看待會要不要找個機會 把他脫掉 好這邊直接圍死 然後補了兩個巨型投石機 開除 拆除這個城堡 按起來是頗穩的 好 現在只有二級的 騎兵鎧甲的重裝騎士 所以這個駱駝公兵喔 還是有點頭破血流 一直走AA 騎士也是不太好受 這裡要圍一下嗎 這個城牆 不要再讓駱駝公兵走過來 還沒有圍 哇這個沒有圍 又走過來 繼續拉打 這個圍一下可能還是比較好 好駱駝公兵直接手點 點掉了 哦 實車 YO這邊的操作 非常的細緻啊 這個傷害 都打好打滿 停下來的時候 也是在高打地的時候 才停下來啊 這邊的細節控制喔 可以說是拉好拉滿 好 這一坨 駱駝公兵也做到很多事 騎士也換掉了很多 AC線經濟有點受到了小小的干擾 那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 問題是這邊轉重裝騎士 後續該怎麼辦呢 YO這邊只要轉出駱駝 基本上就是可以壓在臉上打 好 那現在YO點掉地獄師帶 選擇了精銳駱駝公兵的升級 三級的公兵鎧甲也點了 現在要打贏應該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現在 要不要先轉一些駱駝呢 還在升級公兵的話就有點危險 好 現在弗蘭人點下了二攻 三級農艇也點下了 經濟科技直接拉好拉滿 只差一個手推車 經濟就全滿了 好 正面的部分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正女招搶一下 騎士上前 直接想用硬毯 OK 這一隻騎士吸收掉了非常多重工騎士的傷害 駱駝公兵現在是雙城堡 再出 現在只有17隻的數量而已 好 下面騎士想要多線騷擾 但是這裡早就已經圍好了城牆 下面的領地已經被佔據了 好 騎士這邊想要嘗試突破後面的木牆 超名過來趕快修 直接拉超名開修 欸 被修了起來 好 開始補馬就 這個補駱駝真的不行啊 趕快補一下重裝駱駝的升級 馬鎧趕快點 好 波蘭人點下了手推車 三級攻擊也點下 波蘭人沒有打算要轉強弩 只靠重裝騎士 對上馬公文明 波蘭人的結局都不是很好啊 從歷史上來看也是啊 蒙古大軍 崩路波蘭的時候 啊 這有點歷史再現的感覺嗎 駱駝公兵射這些重裝騎士實在是太舒服了吧 哇靠 抓了兩個重裝騎士直接射爛 這個波蘭的馬就是這樣子喔 非常害怕馬公文明了 好 火炮出來三台巨頭能夠截掉 ACGM 似乎有點太 輕忽YO這邊的戰力了 這個駱駝公兵直接 射爛這些波蘭騎士 問題不大 甚至後面的 駱駝騎士出來之後 那 怎麼辦呢 你只有 騎士 基本上 駱駝打不贏 駱駝也打不贏 駱駝也打不贏 所以 突然到這個時期的時候 就要考慮去轉出大洛馬升級 然後配著強武打 可能會 節奏上來說會好一點 好這裡按兩個的炸藥桶 直接把城牆給炸爛 開始往前衝進去 城堡蓋這個位置不太好 這裡怎麼敲下去了 要不要取消 往前蓋 城堡城堡 還是就是要空這個位置呢 因為這邊沒有帶工程器 這個城堡建起來的話 還可以空兩個城堡東西 但是好像蓋不起來就是了 後面這個洞沒有補 看起來也沒辦法躲 這個石像可以置低阿 這個城堡看起來也是建不起來了 少量的重裝騎士 在這邊爭取時間 中間又一拖 重裝騎士開始往前衝 我們感覺ACCM騎士的玩法 是有點 A就完事的感覺 一直只會往前阿 這個城堡選擇取消蓋到快50% 城堡重新在中間補下 買了110貨 花了184塊的黃金 現在黃金上億個人在挖 有一些人都沒有工作了 ACCM現在上方的零件 一定要確保好 3塊黃金跟2塊石頭 能穩定拿下來 對於打後血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 現在打2個重裝騎士開始往前衝鋒 這一波是要抓火炮嗎 沒有 是想要來抓駱駝公兵 但我怎麼覺得被抓的人是你阿 ACCM 不懂 直接衝到了兩個城堡中間 火力交叉 射爆這些重裝騎士 當你以為抓到對手的時候 沒想到被抓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AACCM 這一波重裝騎士 也被駱駝給吃掉了 下方桌線 也準備要補好這個洞 看來桌線也被擋住 AACCM騎士送好送滿 歪歪歪這邊三級的馬卡也提升好了 重裝駱駝的 防御力是來到了3點進防 那為什麼波蘭這邊出強弩就有機會呢 簡單來解釋一下 駱駝本身就沒有什麼工兵鎧甲 所以射一下是6點 那駱駝的伯伯工兵呢 他的遠防是5點 基本上跟駱駝騎士是差不多的防御力 而且駱駝工兵造價比較昂貴 但自己強弩造價比較便宜 但波蘭的強弩跟對方對射的時候 很容易射輸 是因為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還是需要前面一些部隊 躺在前面 可以選擇重裝騎士 或是可以選擇戰錘兵 或是重裝長槍兵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還是用重裝騎士 躺在前面 再加上強弩 那這個打法搭配 消耗量實在太大了 如果沒有黃劍的情況下 還是要趕快把大陸馬升級起來 配上強弩 可能會比較省資源 不然就是要轉重裝長槍兵 那不管怎麼打法 波蘭只要在前期 花費太多黃金 到了後期 缺金的結果 是無可避美的 所以 Y.O.這邊優勢心在越來越大了 這邊已經抓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好 波蘭這邊已經點下了大陸馬的升級 波蘭這裡點下了三弓 兩邊都已經準備要把自己的科技補好浮滿 不然只剩下一個三級色強弩 拇指環還沒有點吧 其實這時候好像可以點個拇指環 但是沒有木頭 好 已經點了 好 重裝騎士現在有點無助 沒有辦法 那之前我們有看過DOT 忘記打誰了 他用這個伯伯仁 蒙古人遇到伯伯仁的時候 也是使用強弩 蒙古不打蒙古突擊打強弩 的一個策略 所以不管怎麼說 遇到伯伯仁 打這個 他的部隊的時候 不是用戰矛 沒有強弩的話就用戰矛 有強弩的話還是用強弩比較好 好三級色也補下了 現在我要大軍壓盡 ACCM的前期的騎士的 敵士衝鋒的氣焰 好像氣速已盡了 不敢再繼續往前衝了 等到自己的兵力快要沒有 才開始停下來 ACCM 開始有點加殘 沒了嗎 黃金還是蠻多人在挖的 看一下這個黃金已經被控住了 我要對黃金更誇張 已經來到了2400黃金 這波大軍 兵臨城下 波蘭人 ACCM 最後的一波 騎兵加強弩 強弩怎麼被放在後面呢 只有7隻 7隻打39隻 還差了30幾隻數量呢 完了 一波帶走 YO 重裝 駱駝 躺在前面 A就完事 駱駝駝兵 更趨往前 這跟寶人蓋起來 但是 前線護盾會被蒸發完畢 OK 大局以報 就算 YO 這一波在城堡 直接對射 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了 可以進波蘭這裏也沒有金冠技術嗎 有金冠 有 烈克提克遺產 但是 我覺得有烈克提克遺產 對於這個 駱駝 上也沒什麽太大的用處了 應該是涼涼 所以我直接開始砍村民 大東西全被控住 這裏瘋狂補 料王塔 但是好像沒有用 哇 駱駝雖然有在下降 但是 AZC的經濟 已經來到了極限 只剩下26隻村民 在種田 YO這邊則是點下了三級農田 駱駝駝兵的數量 還在繼續往前 但三隻的 撞撞駱駝 往裡面衝了進去 還在砍村民 不了不了不了 長弩部分 努力按了出來 但是城堡已經 已經被巨型投石機給拆掉 駱駝兵直接走上來 開始A村民 ACCN最後的主力 只剩下17隻的強武 還有少量的大洛馬 村民處已經下降到只剩下72隻 上面的多線 只有少量的洛馬 ACCN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一波 YO真的是 打得非常漂亮 時機判斷相當準 看他的強弩還沒成型 直接一波壓死 不要給他機會 巨頭的資源時間也是相當的快 路頭直接往後繞 打爆後方大中原的村民 基本上波蘭人的氣數 就已經沒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波蘭贏了資源 卻輸了比賽 但是YO的黃金呢 贏了8000嗎 快要8000 哇靠 甚至拿到了7個聖物 這真的是怎麼輸 就算YO這時候 波蘭金把全部的黃金給波蘭 ACCN玩好像也沒機會了 7個聖物是真的有點過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不會吧 PETER BAY BAY A